吴思日文 各位好,欢迎回到吴思日文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分享 我们先看看 我们收到一位45岁 他是工程师,工程佬 他不怕复杂的数学 但是毕业后呢 已经多年没有用英文 读书的时候基础也不好 英语呢多以忘光 那因为过去也没有学程嘛 所以智认他的程度 应该不足够的程度 那么他想要尽速的提升英文能力 达到公司要求的多余650文的 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呢 询问吴思日文的另外一个 英语课程的这个来函 各位可能很觉得很奇怪 这个在询问英文的 为什么会跑到我们吴思日文分享来呢 这是因为啊 他所询问的这个很高效率的这个英文课程 他不太适合国中中下英文程度的学习者 那因为这一位学友 他又需要尽快达到这样的英文能力啊 而过去学习的经验是失败的 那么我们了解之后呢 发觉这位学友呢 他想要学成的这个决心跟压力都足够 但是问题呢 他过去所学的这个 英语呢没有成功的学习经验 然后他也必须要很快哦 所以呢我们建议呢 这位45岁的工程师学友呢 先投入约大概250小时 再考虑他已经45岁了 大概加100小时 先学会N2 那 那 藉由这个快速学成日语的这个成就感哦 再将呢快速学会日语也是外语嘛 哦 等于呢 将这个快速学会外语这个心得 应用这个英语的学习 以确保呢 他能够快速呢 达到任职工资要求的多余的650分 那么 这个相信很多的 很多 看下来可能会觉得这是呢 这个建议是绕了路了 但事实上这反而是最能确保 他学成的路径 因为哦 这一位学友他已经 过去学英文已经自认自己 就是 没有这个 学 英文的这个脑袋 那可是呢 他又不怕复杂的数学 那事实上哦 这一次分享主要目的是想跟大家 讲说其实哦 问题不在于是工程师脑 事实上呢 这个 越是工程脑 逻辑越强 逻辑越强的人 事实上呢 越容易学会外语 事实上逻辑越强的人呢 应该理论上会学会很多的 的东西啊 艺术就不太晓得了 但是呢 基本上艺术也有他的一些理论的存在嘛 配色啦 或者音乐 音阶这些东西 事实上逻辑性越好的 学习者呢 学习外语会最快 但是为什么反而学不会的原理哦 哦 哦 比方说现在大家对这个双语国家政策 哦 双语政策看法分歧嘛 那么 我们很想借由这一次呢 45岁这位上班族的学友很忙哦 哦 时间有限 然后在一年内呢 他同时呢 多艺呢 从这个不到国中程度 哦 已经已经45岁忘掉很多 可能20年前学的东西 大家忘了差不多了哦 经过20年很快的把它恢复来 然后同时也学会日语 哦 那由这样的事情来告诉大家哦 事实上哦 问题不是双语或者三语啊 问题是怎样呢 没有用到正确的这个呢 外语的教育工学跟有效的呢 这个呢 这种教育系统 而且这个教学系统哦 这个正确的教学系统 就是说他必须要线上的 为什么是线上的呢 因为线上基本上已经免除了 往返那个啊 通学的时间了 现代人这么忙碌 还要通学 这个讲真的 事实上一个有效的 这个线上教学 他仅利用通学的时间 就应该可以学会才对 OK 那么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分享哦 会有助这个英文欠佳 但是呢 却又尽快要学会英语 的人士哦 也想的帮助呢 他英文已经不错了 哦 那想要尽快成为专业家 中日英三语哦 要学成专业家中日英三语的人才 OK 那是这个哦 这个原理啊 事实上很简单啊 我们乍看呢 是在学英语两个语言 所以乍看是两个负担 一个就已经学不会了嘛 两个怎么可能学的会 但事实上哦 事情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有一点像怎样呢 你说哦 我我我我那个自行车都学不会了 我怎么可能学的会三轮车 但事实上三轮车容易学呢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三点 对不对 你说那单轮车 单轮车比双轮车困难 因为它只有单点 所以呢 事实上不是跟我们常识想的不一样 那这个呢 就好像呢 数学的三角测量 OK 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要测量哦 一个一个地方 比方一个大楼的高度 事实上呢 最快的方式是用三角测量 它又简单又准 OK 那么呢 事实上呢 要学会呢 一个外语 如果我们已经懂两个 我们会两个两个语言 一个是母语 一个是外语 在学另外一个外语的时候呢 利用这种三语对照 事实上呢 它将会产生怎样呢 三语测量呢 的这样同样的效果 那么 因为这一月许有 它必须要很快的达到 这个攸关它的雇用 生计嘛 我们谈过之后 我们觉得呢 事实上呢 它要在一年内达到啊 这个情况 如果呢 纯粹从英文开始 同样的时数 它会有问题 第一个呢 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再来呢 这些教学法呢 就是传统教学法 没有办法 很难让这个学友呢 很快的 产生这个解析的能力啊 那就要 又要落回到原来的方式 那么 高效率的英语课程 它的前提是 你要先具备 一定的那英文能力 可是呢 无识日文不需要 无识日文是 等于从零开始教学 所以呢 即使没有文法概念 也没有关系 吼 无识日文 一样有办法建构起来 所以我们呢 建议说 你先学一下 先学这个日语 然后呢 再呢 藉由这么快 因为我们时机三十几年嘛 各位如果 有比较在看我们的视频的朋友 就知道说 无识论的学友的学习效果相当好 那么利用这样的成就感 很快就学会东西 先建立信心 那建立信心 再把这个方法呢 还有我们 在课堂内呢 我们学到的这些 我们的记号学 我们如何记号 如何分析这些技术 把它用到英文上去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们示范 我们将来发觉说 英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OK 英文有一些会困难的地方 是因为英文它是个自然语言 那这个自然语言呢 它很多文化规则是怎样 是自然产生的 所以事实上例外 因为几乎我个人觉得英文的例外 宛如比比例内多啦 因为相对日文来讲 日文基本上 动词的变化只有一个例外 其他的动词完全按照它的规则在走 所有的过去是后面一粒加ED 所有的进行字呢 后面一粒加LNG 形容词一粒加ADJ 副词一粒加LY 动词后面一定有V码 名词后面一定有N的这个码 哪有这么一个语言设计到这么科学的 因为日文是怎样呢 1200年前呢 隋唐的时代 那日本的这些文化大使呢 他到当时的隋唐 去学了汉文 把这个汉文呢 融入日文里面呢 再把整个日文设计成到现在呢 这么样一个科学的一个语言 OK 好 那么呢 先学日文 你乍看呢 是增加时间 但事实上你创造了呢 有效的第三测量点 OK 那有这个测量点呢 你就可以呢 哦 可以很很很精准的呢 知道呢 这一句日文 他到底什么意思 精准的知道这个大楼高度的意思 是一样的啦 OK那 事实上学会三语之后 如果 如 如玉吼这个应该希望的玉吼 如果以后希望再学会呢 其他的这个语言 事实上都更快啦 因为你观测点越多 测量点比较点越多 当然就比较越精准了嘛 对不对 前直线水平线 阳脚虎脚方位都知道的话 当然是可以怎样呢 很精准的测量出来嘛 那么这个也是为何无师日文学友呢 除了呢 大部分都是中日印的山语 有这样的专业人才之外呢 哦 那有的学友因为他喜欢韩文 那可能韩剧吧 那他也顺便把韩文学会了 那因为韩文的文法是在600年前完成的 跟日文的文法自为相近 日文的文法是1200年前完成的 所以呢 日本有很多 各位如果想写韩文的书 各位可以发觉说 日文有很 日本有很多韩文的书 就是一个礼拜学会韩文 当然一个礼拜是指 一个礼拜内 我可以把说明讲解完毕 至于你熟练的话 还是要需要熟练哦 这个就好像呢 呃 我们学会了奥林匹克金牌勇将的 这个正确的知识 但是只有正确知识 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第一名 我们需要练习以便加强这个速度 都一样的 那日本一样啊 日本也有呢 呃 五天呢 你可以完成了多一六百分的呢 这样的这一类的书籍 OK 因为毕竟日本是个出版大国 他有足够的市场 让很多作者能够生存下来 而不是说少数的每次都卖个几百本 这个根本你再好的作者也没有办法以这个为生 但是日本的规模够啊 一亿多哦 OK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哦 所以我们学会里面 像有的是呢 中日英 中日英化 中日英西都有啦 OK好 那呢 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 事实上啊 事实上这一篇啊 我们的目的是要讲这个事情 因为哦 现在对于双语政策的这个讨论 看法很分歧啊 因为甚至严重到 已经 就是说为了双语 所以在教英文的时候呢 用英文来解说英文的文法 讲真的 这个很难学会 因为 这个就好像去日本 然后呢 用日语来听日文的文法的解说 所以会做成为什么去日本 哦 我们可以随便看很多例子 然后这里 为什么说去了日本还回头再 再找那个 哦 再加入无私日文呢 而且大部分都是9个月以后呢 哦 像这位许友 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9个月 OK 他呢 是参加无私日文68天 30小时 可是他在日本 他已经学习9个月了 他专程回台湾呢 带这个教材去 因为讲真的 教材大概 算一算十几公斤 快要20公斤啊 一个 恩万一流班的话 那 几百万字啊 OK 那 字因为 为了让各位看起来很轻松 我们是用大字体 然后呢 大的注音 哦 那这样呢 A4的版本 这样阅读起来呢 不伤眼力 可是呢 就是书会多一点 这样当然比较好嘛 对不对 OK好 大部分都这样的情形 哦 或者看 这一位你看 我看一下哦 哦 这一位也是一样哦 那 这一位呢 这些哦 我们看呢 很多位啊 像这一位是怎样呢 一年半 哦 他说啊 他说呢 绝大多数 哦 上算认真的这个 前辈啊 就是他日语学校的前辈 一年半后的课程呢 能无法合格恩万 而无视日文 如果有这样可以专心写 那半年就合格恩万了嘛 那 哦 专程返台 OK 或者 就是这些学友 哦 你会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 因为 他就是不会日文才去日本的 可是学校呢 为了公平起见 因为不能用英文教学 用英文教学 要其他英文不懂的 学生会有困扰 OK 所以只能用 大部分都是用日文教学 大家不是要日语环境吗 哦 那就要只好用日语教学 可是日语教学的结果 是根本听不懂 尤其文化这么细腻的东西 通 一般会啊都 况且有问题了 如何能够学 学会这么精密的一个 外语的英文好的解说呢 所以我们希望说呢 这一篇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做 OK 好 事实上呢 我们以前学英文 事实上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讲一个就好 比方说呢 以前呢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呢 老师会跟我们讲说 那个 这个英文课程 他说当我们看到句子 我们就先找主语 再来找什么东西 但事实上问题来了 我背 我根本背没有几个单字 我如果知道这个单字是主语 对不对 因为这个动作已经错误了 事实上呢 应该跟我们讲 第一个动作不是找主语 第一个动作呢 应该先界定东西的词性 因为 因为单字太多了 上万个 可是词类呢 依照语言的不同 大概就是十个词类左右 八大词类 所以日文可能多个一个 有的看语言不同 可能会不同 因为他可能更细分啊 比方说日文 他有形容词 还有形容动词 啊这两个呢 都是有 都是在修饰名词的 可是呢 日文就把它分成形容词 跟形容动词 那就不增加一个了 八大词类 就变成九大词类了 那日文呢 也有其他的这个词类 所以又变成一个了 所以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会超过一打 就是不会有十二种 怎么细分 大概不会有十二种 可是呢 单字的话 他轻易超过上万个呢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说去先去找足语 先找什么 那是错误的 应该先先分辨词类 先找词类 哦 我们先判断词类 哦 而且呢 我们只要先判断 赤母最少的那个词类 借系词嘛 对不对 然后利用借系词 它的特性 哦 它的前后应该什么东西 这样就一直可以推出来了 OK 那至于呢 哦 这个像副词这些调味品 它就增加一个语气的浓度嘛 哦 这个我们再逐步熟练这可以了 OK 好 那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好 好 我们来看个东西好了 这个 吴氏论 为什么 请我们的徐后记得要怎样 要中日印三语学习法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把中日印三语把它叫出来好了 这个在我们的分享系列里面 这个 各位呢 像现在我们要找中日印相关的东西 就输入进去之后呢 就会发觉呢 这里有呢 有中日印的 的 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好了 OK好 那么呢 这个之前呢 有看过 我们分享的呢 可能会对自己有印象 因为中文有个问题 当我们看到报告的时候 请问英文是什么 好 当我们看到联络的时候 请问他英文是什么 对 一般来讲我们看到 报告不是report吗 哦 啊联络是communicate嘛 对不对 但是说也对 啊也不对 因为呢 中文看到报告的时候 如果讲真的 我们 没有办法去界定这个字 到底是名词 哦 还是怎样呢 还是动词 因为报告在中文里面 他 因为中文的文法是用位置在决定的 第一 主语之后的第一个动词 才是真正的动词 后续的 看起来像动词的 并不是动词 OK 哦 那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呢 好 那我们呢 就 哦 开始报告呢 哦 调查的结果 啊 请问 开始报告调查的结果 哪一个是动词 中文有这个 有这个问题存在 除非我们了解文法 当然我们 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不用了解文法 没有会用 可是这个对于 要学习中文外国人 是个很大的困扰 他不晓得哪一个才是 哦 开始 开始是啊 开始start当然是动词 哦 开始报告呢 调查的结果 报告当然是动词啊 对不对 调查问题是 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嘛 所以造成呢 里面有的就要退退让 他要退位 哦 不再是真正的那个 这样的动词 OK好 但是是 那英文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个报告他跟我们写是reporting 不是reporting 而呢 这个联络哦 沟通这些东西啊 communication 他不是用communicate 呢 OK 那么呢 好 可是呢 英文也有个问题啊 你看 这个reporting 他现在是怎样呢 他现在他说他是名词 而communicating也可以啊 对不对 哦 正在正在沟通啊 一样啊 为什么这个这个只有动名词 这不能当他的名词 OK 就会产生这样的很多复杂的问题啊 可是英文不 日文不会啊 日文很清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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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跟我们讲啊 我就是动词 我现在因为他把 后面都带有那个code 传统教学没有教我们这些 无私人的学友都非常的熟悉 一眼就 就就看出来了 一解码就知道这个字是哪一个词类的 像日 再来看英文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个means 有个s 这里怎样呢 implement 我这里有个s 因为我现在是因为背的这个单字 所以我一看这个单字呢 是名词 啊因为现在这个呢 我是因为知道文法 所以知道这个字是呢 是动词 在这里 OK 而不是复数 这是用文法下去分析的 那事实上呢 这个如果用文法分析的话也知道 这是一个介细词 所以后面他当然是名词 哦 当然不一定啦 要看他是哪一种这个 这个 这个介细词 OK好 但是呢 用这样的原理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因为英语比较 我们说过他是个自然语言 他有很多规则 就是 这个可以当名词 这个 当名词 大家用这个东西 这个可 就不能用他的动名词 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OK 好 那 可是日文 日文很清楚 日文啊 哦 比方说呢 我们在 我们在讲 哪一个呢 应该是相当于哪一个 我们就呢 很清楚的呢 会知道说呢 比方说呢 这个字 他对应 对应哪一个英文 这个东西又对应哪一个英文 他是英文的词类的哪一种词类 那因为呢 无私日文的学友 受过这么精密的信念 所以自然呢 他 为什么说没有出国之前 N1也满分呢 或者几个月就考过N1啊 或者 考到全世界最高分 种种啊 这个的原理就是因为 他很精准的关系 OK 那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个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个 这里有一句 啊 有一句是那个多译的 怎么讲到英文去的 没关系 因为主要是要 为什么跟这位学友这样建议说 先学日文 日文再来学英文 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 这样的 齁 这样的一个日文呢 那 这个大概是N1N2的程度嘛 那么呢 我们在看英文的时候 因为英文没有这些记号 可是在日文里面呢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呢 这个南海的前面呢 有出现一个形容词的记号 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的时候 我们 除非你记得啦 不然你不知道这个字 为什么是形容词的记号 你不知道 但是 但是日文有很清楚的形容词的记号 而且呢 再来 如果我们一个字 连boy都不认得的话 请问如何知道这个字是名词 如何知道 OK 好 那 英文 文法了解的话 我们就知道 其实呢 我们可以推演出来 比方说我们看到boy 刚好呢 这一串的字 刚好认没两个 认得一个boy 认得一个news 只认得这个三个字的 news因为复数啦 OK 认识这种一个音或两个音的字 其他都不认得的话 那怎么办 那我们 吴思日呢 许会很快会知道说 啊 这个是名词 所以他前面呢 应该是形容词 或者素词 或者贯词 或者动词 他当受词 应该 或者前面当然有记系词啊 或者他有连接词 只有这些可能 没有别的可能 但是我们一看下来 诶 假设这个字我们不认得 我们只知道 这个三个字的re 知道这个是个定贯词 那定贯词后面应该是名词啊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一个名词 那么 你就有意思了 那这中间已经不是可能其他东西 他不会是动词 因为 只会有我们刚才讲过那些 可能是形容词 可能是素词 这里也没有写12345也没有 所以他也不是素词 OK 那他他也不是 当然不可能是副词 因为副词不可能跟 这个马上衔接怎样呢 这个 这个名词 这种可能性不高 也有 他跳到眼处去 但是呢 这个看起来 没有什么副词的记号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推出来说 从这里到这里呢 好像是个名词 是个带有修诗语 带有个定贯词的一个名词 等于画面应该有个括号啦 一个括号 整个括号在 在形容怎样的 这个BOY 啊 window 跟the window的差异 窗户跟那个窗户 跟那个特定的 什么窗户 在这么转角上 已经打破的那一个 那个窗户 OK好 那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怎样呢 这个应该是个名词 我不知道 因为只记得BOY 跟the news而已 然后再来呢 又看到这个the news 诶 那这个应该也是个名词 对嘛 应该是名词 这里看到IONG 想到的是进行词 可是呢 前面又没有怎样的逼动词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进行词 那 那就变成他这个动名词 那是怎么样呢 OK 好 是怎么样的情绪 我们就是逐一分析了 好 可是在日文我们看一下 日文很清楚的 他跟我们讲说呢 因为这是对翻译嘛 所以他跟我们讲 看到一个过去式的记号 所以我们知道这上面 这上面有一个字是过去式才对 而且是动词 因为动词才有过去式嘛 那么 再来 在什么样的 这个小孩呢 他听到那个怎样 那个news之后 马上就 就整个这样 这个崩溃了 垮下来了 OK 好 那么呢 这个是中文的情况 这里有加一个的 让我们知道呢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个 那个可怜男孩 等于这一个英文 那么等于怎样呢 这一个日文 OK 原来呢 啊这个是怎样呢 可怜呢 日文写成可哀想 那这个会困难吗 不会嘛 因为 中文写成可怜 日文也是一个可字啊 那那个悲哀啊 让人产生很 很悲哀很不幸的一个想法 可怜 OK 用这种呢 来对照来比较呢 就怎样呢 可以呢 很快 而且不容易忘记 因为有三个指点在协助我们 原来普尔等的kawaii 这个kawaii 那么不是kawaii 不是可 这两个不一样 OK 不是那个kawaii那个 OK好 那呢 那如果改成这样的话 改成这样子 英文可能可以表 把它改成副词写法的时候呢 为什么马上副词写法 因为马上看到前面这里有个副词的记号存在 可是英文呢 没有跟我们讲它是个副词 我们是判断出来它是副词的 OK 我们是判断出来 啊 这个是副词 因为只有副词可以这样 或者连接词 只有他们两个可以有这样的存在 两三下就给你打个点就结束了 OK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这个就比较怪的 为什么 因为中文呢 副词 成功地开发的新产品 成功的开发的新产品 我们听起来都没有 都是一样意思啊 就是成功开发的新产品嘛 各位如果注意听的话 刚才我们讲一个 成功地开发的新产品 成功的开发的新产品 就是成功开发新产品的 你看哦 有地 有的是地 有的是的 甚至没有地 没有的 成功开发的新产品 各位还是听得懂 可是呢 这个对于呢 要必须学这个语言的 学习者来讲 是个很困扰的事情 因为呢 中文呢 的副词 可能是用地表现 但也可以用形容词的得表现 甚至呢 不要地 不要得 成功开发新产品 也是都听得懂 事实上是错误的 可是问题大家都听得懂 大家都这样讲 还能说它是错误的吗 OK好 那么呢 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呢 在日文里面 我们一看的 马上就出来了 哦 马上就出来了 那把上面这一句 如果故意要改写 改写成有 副词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哎 这里有副词记号 OK 原来的 原来是 卡外送你等于可怜地 我们就看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说啊 为什么呢 用怎样 会建议这位学友说 因为你时间有限 而且 一年内不得不达到650分不行 那当然650分不是很高的 可是如果已经只有国中程度 或者不到国中程度 因为已经又45岁了 已经20几年没用的话 那么呢 比赞能确保的 我们是认为呢 应该先给自己一个很快 学会外语的一个一个 一个实际的一个时机 然后就有心得 就有这个成就感的 这个信心呢 来了 让自己呢 然后把这些技术应用在呢 英文的分析上 而分析的时候呢 同样的 我们建议呢 请你采用怎样呢 日本出版的呢 多益的呢 参考书 因为那一定是日音对照 而我们呢 看到日文跟英文啊 我们不用对照不对照 我们自然会产生呢 脑袋会产生中文 因为是我们的母语 那个就自动浮现了 所以讲日音对照 日音对照 事实上是中日音三里在对照 等于呢 刚才我们想的 数学的三角测量的原理 是这样的情况 那 我们会建议怎样呢 这个呢 用这样学 然后呢 台湾的双语政策 要成功的话 应该是让怎样呢 让这个 一暑假啦 就是说 这个国中的暑假 或者高中的暑假 或者高中生大小 你在哪 这暑假期间呢 就是呢 学个怎样呢 两个月就好了 一个月也够啦 密集的话 让所有的学习者都很快的建议 这外语简单啊 你看我在学多久 我现在已经到日本去 日本的任何商品说明 我买来都看得懂 日本的这个各地的景点呢 写什么哪个地方好看怎么样呢 我都看得懂 虽然我只学了一个月 我还没有办法讲 没有办法听 可是我至少全部看得懂 那如果有需要听 或者说的人 再继续下去就好了 因为已经 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了 能够正确理解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呢 会 之前呢 建议这些 高中生啊 如果你是高中生 我们建议说 以这个这样 让自己成为中任医商业人才 为目标啦 那你出社会的时候 你自然就专业加中任医商业的国际人才 这个其实后面有个等号啦 等于呢 绝对竞争优势 OK OK 这是 这是一个竞争优势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三里 哈 这个是 这个是单字方面 哈 Thank 是谢谢 对不对 日文叫感谢Sulu 那之前我们有说过嘛 Sulu 是日文的动词记号 事实上是当年 因为随唐的时代没有英文 还没有 他没有英文 随唐的时代潜唐词不会英文 我个人一直在想 如果当年有英文的话呢 现在呢 这个Sulu可能后面直接写个V一点就好了 感谢V 小小V写在底下跟你讲我是动词就好了 那呢 如果这个感谢名字 后面就写个感谢N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台湾如果要创自己的语言 可以这样做 因为呢 因为呢全世界都知道V是什么N是什么 都很快了 如果我们这样很快就出来了 稍微写一下就出来 那初期这样写 到后来这些省掉人家 还是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那日文是把它直接砍在 砍入在这个语言里面 台湾也可以砍入啊 一样啊台语可以砍入啊 OK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像你看 这是感谢Sulu 那Sulu这个 如果还不了解 请去看我们试听啊 我们的第一堂课 大概15分钟 就让各位先学个1000个动词嘛 各位 YouTube上随便找无视日文 然后打下去 然后 先听我们的01号 01号 因为 因为是原理教学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原理 两三下你就听不懂 后面在讲什么东西了 OK 那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有meeting room的时候 请各位不要迟到 因为迟到之后 就跟不上了 因为 等于我们在前两分钟 就把算数 假设我们要学算数 我们在前两分钟 就把零到九的原理讲完 那如果你第三分钟才到的话 你已经不晓得 为什么二的前面是一 为什么四的前面是三 为什么四加两个会变六 你就完全 完全就不懂 完全跟不上了啦 OK 记得 30年前我个人 在那个松山机场 那时候生产力中心 在松山机场旁边 那 那时候我们是24小时 学会怎样的 这个看日文 24小时破解日文的文法 那 那 那时候 30多年前 那时候因为是用人工教学 因为那时候只有人工教学的方法 后来变成了 才变成录影带中心 然后逐渐演变成现在的 已经从 这个2011年的1月1号开始 就全部都变成线上教学 应该是全世界 日检检定方面 应该是最创始的机构 一直到现在 OK 那那时候因为 只教24小时的课 那 那对象就是 那个 大概是企业经理者 或企业高阶主管 高级工程师 我记得有一个学会讲一句话 他说 以那个时候的收费 他说他连眨眼都舍不得 连眨眼都舍不得 然后来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呢 很多 这个 就一间很大的教室里面 然后 严寻教室里面 然后 然后 来上课的学友呢 都是拖着 登机箱来上课的 为什么 因为刚刚走出 松山机场而已 就是这样子 有的从国外回来 有的从高雄坐飞机上来 然后 马上就赶到教室来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单独 假设我们什么都不懂 单独去学这个 英文的谢谢 实在很辛苦 但是呢 当我们呢 写成怎样呢 这个德文的 Duncan的时候 觉得说 真好玩 真好玩 原来德文是 德文的谢谢是这样子 或者这样一样 Love living OK OK 那么呢 一样啊 我们把它现在变过来 把这顺序再搞变的 转换下来 你会知道说 这个 这个是应该就是water吧 因为你只要看过一次 下次就记得了 这因为记号一堆 线索一堆嘛 对不对 Coffee呢 德文这样子 这个t呢 他干脆直接怎样呢 两个e而已 更t啊 这个 这个比这个英文更t啊 因为1a翻成1啊 1a翻成1更是合理嘛 OK 就这样的原理 所以我们很建议说 那个 尤其高中 高中学友很厉害 目前 无私日文的学友 那个 因为收费的关系啦 还有高中生 某中生 那考试没有考试的需求嘛 大部分是社会人才有日文的需求嘛 所以 所以我们的年轻学友 事实上 占我们的比例不多啦 但是呢 如果各位看一下哦 我们年轻学友的成绩会下一跳 因为毕竟年轻啊 那个脑跟海绵一样 我们教什么 他学什么 这个17岁啦 全球 第一名 最高分的啦 或者 这一位 这一位呢 他听课才385小时哦 高二学生哦 什么叫高二学生 就全世界最忙的人 对啊 因为 高二学生啊 他 上课之外 下课还要补习啊 补习完 回到家还有作业啊 对不对 做不完的事情 为了考大学嘛 对不对 那 他呢 这一位学友 我们没有写他的期间出来 是因为他讲他一天就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多可以学而已 他用这种方式呢 一年内呢 一年左右吧 他达到了呢 N1的怎样呢 130分呢 这个也快要潜力趴的成绩了 是当界的潜力趴啦 因为一般来讲137分哦 才比较会是潜力趴 可是因为相对积分啊 种种这个情况哦 那我们看一下 而且呢 他在怎样呢 他 他在 我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 第38周啦 报名参加第38周的时候 刚好是举行的 N2的 的这个日检 那时候他的总累积 时速380小时 他就已经怎样呢 他每周就停个10小时 没办法 就高二的 很忙的学生嘛 可是他一次就喝个N2 而且137分 就当年的 N2的曾经等于怎样呢 是N2排名的前7个person OK 这个N1 130是所有N1到N5 所有的前面的一趴了 OK 那像这也一样嘛 你看 这几岁啊 16岁嘛 16岁嘛 120分嘛 OK 参加4个月嘛 差不多啦 我没发觉说 如果是年轻的学友 是很惊人的啊 像这一位 OK 是他的妈妈跟他妈妈 劉仁同姐的介绍 都是我们无私日文学友啦 对不对 19岁N1合格啊 OK 看一下好了 这一封也很久没有看了 对啊 OK OK 对嘛 你看嘛 他说 我想感谢这套教材 让我念了一年日文之后 很顺利就一次考过N1 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不是日文系的 OK 不过对啊 无私人的学友 对这个正常话会而已啊 OK 这样子嘛 妈妈的留日同学 以前是无私人的学友 OK 那 妈妈的留日同学 所以是妈妈的朋友 有去留日 然后他是无私人的学友 然后 强力推荐 OK 可以这样的情形嘛 所以就把他订了教材 那你看嘛 刚才我们讲过 我们的教材很重嘛 说 从没学过日文 我面对这堆积的教材 我真的很怀疑说 一年苦会过 那真的一年内可以合格吗 OK 然后就学嘛 那事实上 齁 这样子齁 大事要交换 交换流血 我想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了 这个事实上 他交换流血回来之后 如果想要再讲学金流日 那就更简单了 OK 这这类 这里面 这个无私人分享系列 这里 各位 要输入年龄 这个 关于这个分享系列的使用说明 我们另外 这里面应该有 有这个使用说明 各位去看就好了 在这个 这个无老师meeting room 这里面有使用说明 各位去点下来看啊 点下来看 这里有有各个的用法 使用说明在哪里 这个可能要要找一下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或者打 打搜索下去 应该可以吧 看一下 OK 各位再去看一下 看看 就会了解说 这个课程 因为我们实在实际太多了 真的 每次看到 像刚才看到 这一封这个 这许学 我这个也很久没有看 因为当年就写完之后 就没有再看了 OK 然后 他是N1 累积 大概 年轻人就这个时数 所以 那 N1的话 大概 如果超过30岁以上 大概 每增加 一岁要增加十小时的读书时间 如果超加二十 超过二十岁 五十来岁 所以说你 你可能多听个多复习个两百小时 以便确保一次就可以合格 OK 好 那 这个 如果是高中 的学校 因为讲真的高中要学很快 那么呢 今天这一篇 我想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个 事实上 不是政策的问题 是这个教学法的问题 这里有一点 让各位提醒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为什么我们建议从日文开始学 因为事物的学习啊 东西的学习啊 本来就是从应该简单的开始 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呢 因为 因为有经济因素嘛 因为 这个 英文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嘛 等于全世界的 主要经济语言之一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从这个 有种种啊 金事啊 政治经济 种种啊 这些历史等等 复杂 复杂这个现实问题 我们先学了英文嘛 但事实上啊 这是艺术而不达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是现在有双语政策的话 但就双语政策下 这个 现在怎样呢 以前没有双语政策 没办法单语就学单一个就好了 但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纯粹就语言的学习来讲 我们应该怎样呢 先学日语 因为日语 我们刚刚说过 他有太多的那个 他是半能工设计出来语言嘛 所以他很规律嘛 如果呢 了解这一点之后 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些高中的这些学友 他们将来一定是专业家中日印山语人才 那么我们也相信啦 因为他高中时代 日文就已经下下降了嘛 然后呢 用这个日文再去学英文的话 他将来不可能是28K的啦 因为他起 他应该是讲82K 以上 82K 82K以上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才对 这个都 这个就还算低估啦 OK 我们 这个都还算低估喔 这个 我们 我在想到这个想到一点啦 我看一下 应该 我记得当时来的时候是33岁 我把当时 再来 我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年龄才对 嗯 哇 三十三对也很多 这个这样还找不到 这样也找不到 这样也找不到 嗯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字 也 这位啦 30岁 对不起 30岁 这个有意思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他30岁的时候已经是 100亿美金喔 的基金经理人 他当年在进入哈佛大学研究所之前呢 这个应该由单独来讲一个 他参加无视日文 OK 那当然他是N1嘛 OK OK 这个喔 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讲好了 OK 30岁 管100亿美金 OK 那因为当年呢 他他进入那个两个字 再加五个字的一个 全世界最老牌的这个金融机构 因为这个机构到哈佛去校园增采的时候啊 他们就讲那个两个英文字缩写的 一个字打一点再一个字打一点 这一字开头的 然后呢 这个机构就就跟想要来的学生讲 我们不需要那个会哈拉的日文 我们需要真正日文够好的 这位学友那是N1的 我相信那在那里面没有N1的啦 他当然 他就上了 喔 那这个 就这样 你有这些种种实力 日检最高级证书 那时候是一级 就日检一级的时候 等一下把这边改的比较适合 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个都乱了 之前的软体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本来有分段 分段也都不见了 OK 我们呢 官吕呢 这一个嘎 呃 是不是这一个 看看哈 呃 这一个 因为 刚好呢 介绍了这位学友呢 他本来是要学英文的 我们谈过之后 他也决定说他先学日文 那么我们认为这样才真正会这样 至少啦 可以确保呢 他不会放弃英文的 他这一辈子英文一定会学会的 因为藉由日文的信心 他是一定会的 所以呢 他即使一年内没有达到呢 英文的目标 我们相信那一年半内他也会达到 OK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 好像呢 这个 介绍你哈 增加两个孤单 事实上不会 三个点 更容易 OK好 那有关于这个分享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再见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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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